周克与赵普初为什么会成为通家之好 周老咱们先说您跟赵老的这个友情的这件事情 开始了 我听说在您家里就挂着赵老写给您的一幅字 我想今天跟你讲的故事跟赵普初同志有关系 这个是赵普初同志得到我们党的支持 同时也是地下党支持了赵普初 赵普初也是支持了我们 72年前了 你现在已经72年了 1937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 在激烈的炮火丹雨中 大批难民涌入市区租界避难 上海各界人士踊跃救济难民 赵普初是一个什么人呢 现在同志同志大称 他是救济会当中的一个忠诚干部 不是个主要负责干部 忠诚干部 就是办事情的干部 他是干部你用了干部这个词 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佛教的一个身份 一直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件事 佛教身份 我们副教上面还有上面的人 副教一些老先生 那都是七八十岁老先生 他们都是副教会的会长副会长 赵普初那时候不是会长 他是干事 干事 干事情的人 我们现在叫干部 那时候叫干事 他是一个鼓掌 但是他很难干 说老先生们都依靠他 其实就等于他在具体做事 他具体在操作 当然还有很多的鼓 他是个收拥鼓 就收拥难民的 那么他呢 那很进步 他虽然是副教徒 他是姓副教的 但是他很进步 他依靠我们党 他开头呢 没找到我们党 他依靠我们的同志 他周围有好几个同志 什么吴大坤啊 什么徐幸之啊 这都是作义文化人啊 就吴大坤后来那著名的经济学家 就依靠他们 而且呢 希望找一些人去帮他忙 那么党就派出人去 开头派出了交名 现在这个同志还豁住 比我年纪大了 现在是叫刘平若 我的哥哥朱启罗 我们党派在身边 他要求 招不住提供 给我看 那么党就派出去 朱启罗在他身边 当时朱启罗等于党的代表一样 他什么时候都给朱启罗商量 要人他就告诉朱 给朱启罗讲 是不是你们 还有什么人呢 他说有啊 有吗 周兴明 周兴明其实我说名字 没有我的 我不叫周兴明 当时我就顶这个周兴明 进去 我的弟弟 我的爱人 全部我们都进去 都到南面所去工作 当时上海有一百多万难民 在上海佛教协会担任秘书的赵普出 千方百计的救济和安置上海难民 那普老他这个生活简朴 简朴到什么程度 他吃素啊 常年吃素啊 这是一个 生活很简单啊 他没什么 一桌也很普通 我听说有段日子 他就把这个萝卜当水果吃 那是在抗人上的时期 抗人上的时期 买水果买不起啊 那时候我们 现在可能没有了 那时候的水果汤上 那个水果是这样的啊 浪的水果挖掉一块 剩半个 这就便宜了 比方苹果 浪掉的 很便宜 你买到 可能几个钱就买到 我们那个是要十块钱 可能就十个同胞 那就是三个同胞 两个同胞 再没有能买点萝卜当水果吃 他本来就吃素 再吃不上水果 真是 但是他就这种情况 我知道他有点前演员帮人 赵朴初带头救济难民的一举 被当时的舆论称为 赵朴初菩萨在世 狭肝孤胆护难民 您说说 就你跟那个于姐结婚 您爱人结婚的时候 就那个西装嘛 你怎么 赵老怎么帮你借来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怎么找到他呢 我让他知道 我身高只有这么高 他就照我的身材嘛 借一个小 比较小号的西装 您当时怎么想到找他 让他帮您借的 我周围没有有钱的朋友 地下咱们都是穷的 我都要那么套西装 我那时候老的 我说 普老普老普老 都叫普老 他其实年纪比我们是大很多 我大十岁 他比我大十岁 他说我给你想把我借 借到西装给你 那叫西装还蛮漂亮的 就是很好看 窗完以后就还个人家 但是我们的结婚也是很简单的 这套西装 我的爱人就是做一件衣服 床当只有一条 背后一条 我的爱人他的家里 给他几百块钱 我们就留下来 就帮助同志治病的 都是这样的 生活就这样过过来 而且那时候爱情和革命 其实也分别出来的 孤岛时期地位特殊的赵普初 声望越来越高 他不再是一般的救济家 逐渐变成了社会活动家 在这个工作当中 赵普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人物 因为取得信任 首先当值的 租借当值是信任他 对 就就会信任他 主业是他出的 他的身份 我们不能代替 对 非常依靠他 这个以后 说赵普初同志 始终他叫他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件工作 最早的一件工作 这个以后 赵普初同志更加成长 跟我们党的关系更密切 所以我们一直给他讲 你选择了共产党 共产党也选择了你 其实当时我知道 因为他的名望 国民党也很想拉拢他 那么因为他在社会上 就名望大 那么这个以后 他就又做了很多工作了 后来组织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 因为他成为社会名流了 社会的活动家了 那么 座堂会 聚餐会 原来你们每个周六 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茶话会 茶话会 上海沦陷后 许多知名人士都撤向大后方 留在上海的赵普初 处境更加困难 但他与周克经常往来 他信任党 党帮助他 逐步逐步成长起来 在地位时期 最后时期 我们组织很多的 省委的一些同志都撤退了 撤退的联系 就是我给他联系 我给他负责联系 有些什么政治情况 我就通知他 有什么事他就找我 所以这样我们完全 变成同家之后 抗战胜利后 赵普初与一些民主人士 以发扬民主精神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之实现为宗旨 在上海成立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 那么他一批年纪大的人 我们都还是年轻的 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 后来他组织了 民主促进会 他是民进会的发起人 也是个民主党派 他也是民主党派 一个头子 所以他政治上很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他对夫教 他没有提 实际上他对夫教提出改良的意见 他提上人间夫教 什么叫人间夫教 就是我们夫教应该静入人间 要替人间做好事 其实他自己做的好事就太多太多了 人间夫教 就是我们夫教应该静入人间 防平问苦 救济社会 帮助社会 叫人间夫教 为了帮助灾民 在国际救济总署工作的赵普初 曾经经手了巨额捐款和大量救济物资 1951年 国内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三反的时候 不是当时差点把他当大老虎打的吗 因为他是搞救济的 人家就想钱很多的 钱国际救济总署 他是中国的负责人 就是日本投降以后 有国际救济总署 什么东西呢 美国的一些战略 不要的物资 救济物资送给中国 衣服 罐头 牛奶粉 什么 这挺都送的 都是一些物品 都是这种 还有药品 什么 所以就成立一个救济总署 他是救济总署上海的负责人 他拿了这些东西以后 都给我们有些地下党员了 我们还拿了东西 吃罐头牛肉 吃牛奶粉 那时候我们当宝贝 我们没钱 进口食品 进口食品 所以开展说 救济总署 物资很多 有钱 有物资 说明这些大老虎 就查他了 他那时候 他说怎么回事 我说 我说破老你不要 那时候我们叫他破老 我说破老你不要去调薪 让他们去搞 因为当时没有职业先查他 先查他旁边的人 所以他心里可不高兴 讲到他下面的人 下面一个会计 一个什么干事 三个人 那时候 那时候商房搞得也很野蛮 很贵 隔离审查 搞了三个月 最后一点没事情 他说好了 我说那 我说本来没事情 我说你不要去查 不过我说你也不要去 不要去保护他们 我说你没办法说他们 有事没事 让他们查吧 你查 经过层层审查 结论是 赵普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 来龙去脉都非常清楚 没有一笔糊涂账 周总理对此十分高兴 称赞说 赵普初是国家的宝贝啊 他平时给周总理的来往 得到周总理的成长 表扬 嗯 总理主要称赞他什么呢 诗词写得好还是 他说周总理我就讲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他说 赵普初 什么我们大的会上 外交会上 他的讲话 不是什么 八股调 讲几十诗 讲点词 讲得非常好 非常有文化 文艺气息 嗯 他就给一些干部说 你们得休息 休息 赵普老啊 嗯 讲话不要老是八股调啊 嗯 就把这传出来了 哎 1953年 赵普初调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经常参加重要的外事活动 周总理非常欣赏赵普初的才华 第二个呢 有一次呢 就是这个下言文艺部 文化部长去了 你们全国文联 为什么不请赵普初参加 这样的文人都不参加 嗯 那你们文联找什么人啊 哦 总理对他很肯定 那么赵普初的信 词当中 文化大革命当中以后 嗯 他专门写了词 歌中 这个 周总理 哦 他将周总理是什么呢 是如此牛 哦 做孩子的老牛 嗯 而且说他 吃的是清草 挤出来是牛奶 嗯 很难过 嗯 他跟程道总 关系非常密切 嗯 于是三年没有见到 程道总 嗯 上面写了三年不见东商 嗯 很高的 程道总 不见东商 嗯 那么程道总过世以后 程道总的诗词 张倩 嗯 从赵普朗给他整顿 啊 怎么来证明他的政治水平高呢 他很多写的诗词 嗯 实际上都是政治史 怎么理解 看上去都是很有禅意的那些 哎 不是 不是 用词都很美 我就讲了 啊 比如说我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 例子最有名的 叫美工商库 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当时苏联 斯坦林死了以后 河流萧夫上去 开头一段 想争取中国 嗯 同意他 给他们跟苏联友好 同意他的一些做法 那么当时我们中央毛主席 对河流萧夫 我们是保留了 对 看法 开头还可以 后来对我们不友好 是 不友好以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了 有很多别的原因了 嗯 一个就是我们不大同意他那些 故技的政策 嗯 他那时候呢 跟美国和好 嗯 啊 给印度拉印 拉从印度 嗯 但是美国那时 对我们很低似 嗯 美国那时我们叫 美帝国主义 对 那么现在 另外一个说法了 印度 跟我们发动 发动战争了 嗯 他又拉着印度 拉着印度 就牵制我们 赵博主写了一个 叫美工商库 什么叫美工商库 就有三个人 嗯 这个美国的是叫 就是美国 美国总统被刺的是 只有这一个 嗯 肯定的 嗯 他被刺以后 不是副总统 就就接总统的位置 嗯 接下来 印度 尼哈鲁死了 嗯 最后 赫鲁肖夫自己也下台了 嗯 他们内幕 那幕摆不平吧 嗯 他也下台了 哦 是赵博主就写了 封刺他 嗯 国际政治舞台上 有三尼之说 当时这三尼 与中国都不友好 赵博出 把这几首词曲 最初去名为 尼哭尼 尼又哭尼 和尼自哭 西尼嘛就是 就是你刚刚说的 美国的这个 嗯 那个那个 肯尼迪 肯尼迪 东尼 就是尼哈鲁 东边的嘛 嗯 亚洲嘛 东边 嗯 自己 那么就是赫鲁肖夫本身 他这是写的什么名字 那么 康生啊 嗯 到毛主席面就告状 嗯 所以我们反对赫鲁肖夫 修正主义 很严肃的政治斗争 嗯 怎么 找不出写这种 这个 用这种 喜笑弄吗 这种文分 这个 严肃的政治斗争 这样给他搞得不像样啊 嗯 那怎么 毛主席说 怎么回事 他说你看 他写的这个词 毛主席一看 这好啊 这写的好啊 就是 政治封刺是非常好 我都会赶一赶 美工三哭 这个题目是毛主席最好吃的 他都要不知叫什么名字 这是主席给起了 哎 首先叫哭悉泥 嗯 是吧 嗯 然后哭冬泥 哭冬泥 然后哭自己 这一下子 康生没话说了 没话说 都好啊 嗯 后来讲的话 这个和尚懂得马列 哦 懂得马列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哦 懂辩证法 哎 懂辩证法 是早开头 老早就是 他给他讲私教的时候 哎 附近的时候 他说懂辩证法 他说懂 懂得马列 哦 哎 也是主席的这种肯定 后来在文革中 他黯然无视 嗯 那么当时他是不是他 对文化大民 他有看法 他有看法的 嗯 我是说他有政治见解 政治水平 他就跟别人说 就平纪死成 嗯 国家大王 什么叫平纪死成 平纪死成 就是母纪教教教 嗯 江山耀朗就讲清楚来 哦 平纪死成就叫 就是母纪教教教教 嗯 本来提 应该是公纪教 公纪教 结果你母纪在教 嗯 我们国家要打乱 在动荡的年代 赵普出处微不惊 爱赠分明 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 巧妙的绕过了一处处 急流险滩 我弟弟 当然小了 赵普拉比我大 比他小 14岁 但是在北京以后呢 他跟我弟弟来往很好 我弟弟后来在 在这个 庄家宾 张家宾政治部副主任 关系很密切 他 我弟弟给他讲 他说 赵普老 康生可能要搞你 他说 我知道 我弟弟说 康生不是好人啊 嗯 他说我知道 他说他 我知道他搞我 他说他现在搞不到我 不过呢 我也不得罪他 他还在说 没有别的 那我送点好笔 好门 好纸 给他 他说他就想搞得好便宜 他说 叫给他提字 写诗 我是不干 我不给他搞 他很清楚 他说我不能不敷衍他 这样他就保护下来了 这是做人的聚会 很聚会 这个 庄家兵 司令 许光达 给 林彪迫害死了 他专门去 看到的父亲 击词 提词 就到这时候 政治上很强 到最后来 粉碎四人帮 很高兴 地区粉碎四人帮 这是最重要的功能 这是应该 曾经担任多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普初 始终平易近人 他与周克一家 结为望连之交 我是把他当同志对待 他也把我当同志对待 就是这样 布劳对 对这个一生 对各方面说 意境很高 明月清风 布劳行李 大家特别传统 这八个字 我一个人 一生就像明月 像秦芬一样 你不要再找我了 我过去了 过去就完了 2000年5月21日 赵普初 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93岁 他至高一远 宁静淡薄的人品 就像他诗里说的那样 生故欣然 死亦无憾 花落花开 水流不断 魂兮无我 谁于安息 明月清风 不劳寻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